大家好 节目开始前呢 我们先讲两个历史故事啊 然后再说今天的事情 话说呀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 就是1840年 英国舰船呢 打到了广州 正守广州的将军啊 齐善呢 被这个英国人啊 打了个七零八落 然后齐善呢 还是很诚实的 他就给道光皇帝上书呀 说英国人多么多么厉害 船坚炮利吧 总的原则就是 不是我军无能 是敌军太能行 就把这个情况呢 如实汇报给了道光皇帝 然后就被道光皇帝一顿臭骂 就说大不列颠嘛 是个蛮夷小国 我们大清帝国怎么能打不过呢 把齐善就罢免了 然后就派宜山呀 去主持广东的军务 这个宜山呢 就调来他的爱将 叫一个杨芳的 这个杨芳呢 是一个湖南人 在镇压新疆准戈尔叛乱的时候呢 是立了大功 算是当时的一员猛将 就把这个杨芳调到广州去以后呢 杨芳去了以后一看呢 这个英军啊 连续大胜仗 他认为这个蛮夷的这个部队里头呀 肯定是有妖术 所以呢 就是动员广东的这些人呀 受集粪便 特别是女性的粪便 说这个粪便呢 就能破这个洋人的法术 所以呢 他把这个粪便呢 就放在这个珠江上面的足法里头 藏起来的 然后他的部队呢 埋伏在珠江两岸 这个时候呢 英国的舰船就开进了出江口 那么他就派人呢 把这些载着粪便的足法呀 顺流而下 去撞击这个英军的舰船 想着这样的话 就把英军的法术破了 然后呢 这足法是冲下去了 但是呢 英军的一顿炮火呢 把这两边人全都打跑了 可以说这两边的清军呢 就没怎么开枪开炮 一看这个法术呢 没有破了英军这个舰船呀 直接都吓破的 直接都跑了 然后英国人一顿炮火呢 打死了将近五百个清军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广州发生的事情 然后事情过后呢 这个杨芳呢 升职道光皇帝的喜爱 他就给道光皇帝啊 编了一个奏折 就说他们在这把英军打败了 然后呢 把皇帝骗得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这个英军来打他呢 无非是要开通这个通商口岸嘛 所以他底下把口岸一开呢 又给英军许了一点好处呢 这个事情表面上看了就平息下去了 但是道光皇帝那边呢 可是被杨芳狠狠的骗了一道 这是发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情啊 大家可能以前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呀 都是非常的可笑 觉得当时的人啊 非常的愚昧 然后转眼呢 过了将近一百年 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呀 这个大邀进 这个每五地啊 都是大几万斤粮 这个毛泽东头一热呀 说这个粮食怎么样才能生产呢 我们要除害虫 当时呢就定了四类害虫 当然这个全国各地定的不一样啊 大概我们熟悉的呢 就是老鼠 麻雀 苍蝇 蟑螂 有的地方是这样的 有的地方没有定蟑螂 定的是蚊子吧 主要的就是老鼠 麻雀 苍蝇 然后别的呢就是根据各地不同吧 再把它补足四害 那么当时就是全国人民呀 都是在除热四害 学生到学校呢要教任务 要教多少个老鼠尾巴 要教多少对苍蝇的翅膀 麻雀呢 那还要教多少个麻雀 所以呢 全国就是掀起了这样一个运动 特别是打麻雀 因为当时啊 按照中央的意思呀 这个麻雀呢 每年能吃掉百分之十的粮食 对粮食的这个消耗特别大 所以麻雀一定要除掉 那么全国各地呢 就动员起来 农村里头呀 围着这个田地 围着这个厂院啊 敲盆打锣 就像这个麻雀赶的呀 它没有地方落地 最后麻雀都累死了 都掉到地上了 这这种说法啊 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自参加过除四害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的父母都是参加过的 大家想知道详细情况呢 你就上网去搜这个除四害 上面有很多很多故事 或者是在大陆地区的人呢 你问一下你的父辈 如果你年纪再小了 你问你那爷爷辈 他们肯定都是经历过 那么你现在回头去想那个事情 你觉得荒不荒唐的 你能把老鼠消灭完吗 你能把麻雀消灭完吗 你能把苍蝇排完吗 对不对 但是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神州大地 最后才发现呢 麻雀是个异虫 平时是抓虫子吃的 由于这天把麻雀消灭了太多呢 这个田地里头呢 反而是引起了虫灾 产量反而比以前更少了 你说这是不是荒唐的一幕呀 那么这两天啊 随着上海的这个疫情啊 在苏州呢 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也是让人觉得呢 非常的可笑吧 我先用可笑这个词啊 就是苏州的各小区群里啊 听到这个上海的疫情以后呀 都是吓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 我们要防止上海人到苏州来啊 他们一来 不是把病毒带来了吗 而且这个中共也宣传啊 我们要给病毒一个迎头通缉 我们要在源头上呢 堵住这个病毒 他们把这个病毒呢 想象成一个敌人 好像还是那种能看见的敌人一样 曾经有一个大学的校长不是说吗 我们要打病毒一个措手不及 对不对 那么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啥呢 这个病毒呢 就像一个敌人一样 我们要跟他斗智斗勇 那么这个苏州的市民呢 就在他们的小区群里头 发起了一个245保平安的活动 245是啥呢 就是24块五毛钱 这个钱呢 是上海到苏州的高铁票 就是我们苏州人啊 把从上海到苏州的这个高铁票啊 全部买完 无非是一人花24块五嘛 让上海人没有高铁坐 让他们来不到苏州 这样的话呢 上海的病毒呢 就跑不到苏州 我们苏州就安全了 就是这样一个运动 这个不是江太公杜撰的 你上网去搜24块五 或者去搜买断上海到苏州的高铁票 那么这个就会出来很多消息 这个故事我就讲到这 那么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人比那一百多年前的人变聪明了吗 还是变得更加愚昧的呢 对不对 以前你对付英军呢 你拿这个屎尿去对付 最起码这个英军是个具体的人呀 你放这个屎尿呢 也是有明确的攻击目标 就是要攻击这个英军里头的这个法术 要破他的法 这个还真有点说头 对不对 那么再看这个1958年的除撕害呢 那个也有具体的撕害你要消灭嘛 最起码老鼠 麻雀 苍蝇 这个你都是能看见的嘛 你也是可以用这种物理的方法呢 就能消灭的东西嘛 但是现在这个病毒呢 你不但看不见了 而且它在不断的变异 这个病毒呢 我认为啊 比人类聪明 为什么人们最早害怕这个病毒呢 是害怕它的高致死率 但是这个病毒呢 它是越变异的 越聪明 它就变得呢 这个传染性越来越强 毒性越来越低 因为病毒知道 它一旦毒性太强了以后呀 它感染了哪个宿主呢 这个宿主一死亡 病毒也就不存在了 它也就死亡了 所以它为了存活呢 它就把它变成低毒性 高传染率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能与人类共存嘛 所以病毒的智商呀 我认为是远远的高过了 某个族群的人 那么现在就是苏州地区的人 要打病毒一场阻击战 然后怎么阻击它呢 不让上海人过来 不让它过来的办法是啥呢 我们众筹呀 苏州人拿出24块5 买断上海到苏州的高铁票 这不是上海人就过不来了吗 那么你想想这个想法 是不是在我前面讲的 两个故事里头 它是最愚昧的一个想法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病毒 你根本就看不见了 另外上海人到苏州 除了做高铁 就过不去了吗 另外这个病毒 它一定要跨区域去传播吗 它不会顺着这个上海的这个边 一点一点渗透到苏州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代了 21世纪了 已经跟病毒斗争了快三年了 全世界都探索出了一条 与病毒共存的道路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还有多少人呀 在用跟苏州人一样的想法 在阻击这个病毒 最可笑的是 到现在了 还在用那种风控的办法 完全是掩耳盗铃 自其其然 把这个好好的人呀 拉到一个艰苦的地方 把这些人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而且没有一点医疗设备 你让他们去隔离什么 你不是让他们去集体感染吗 所以呀 面对这样一个族群啊 我真是说 没有最愚昧 只有更愚昧啊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